好 各位同学 那么我们现在正式开始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介绍了Python的一些特性 但是我想说的是 上节课的这样一些特性 大家在网上搜索一下 或者是说在Python社区里面 都可以查到以上的这样的资料 它是具备着一个范性的 也就是说它是被广为人知的 这样的一些Python特性 那么在这节课 我想和大家简单的聊一下 从我个人的一个开发经验来看 我为什么喜欢Python 好 那么关于这个 我为什么喜欢Python 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观点 色彩是比较浓的 所以说这个就仅供大家参考 给大家一些参考和启发 我大概总结了三大点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第一个Python简洁灵活优雅哲学 这是我这些年用Python写代码 所总结出来的四个 我比较喜欢的特性 Python确实是和其他语言 有很多别具一格的地方 好 那么前三个特性 这个我希望大家把这个理解 放到后面 学习Python的语法的时候 再来绝度的理解 我想说的是 在国内有两家比较知名的 互联网公司 他们的产品是使用Python的 这个大家肯定是听说过的 第一个是豆瓣 第二个是知乎 这两个是使用Python里面的 比较著名的东西 如果你曾经用过不同的语言 去写这个代码的话 你往深层次的想一想 其实每一种语言 它是有自己的色彩 气质以及风格的 在我看来 Python它就是一个 非常优雅的 比较小众的 就目前来讲的话 我认为Python还是比较小众的 这样的一些气质和特点 好 那么如果你想去了解 Python这样的一个风格 和它的一个色彩的话 我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 豆瓣的这样的网站 以及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风格 那么如果你同时在学习Python的时候 还会在Java这个变形语言的话 你就会发现 Java有时候给我们的一种感觉 就是非常的端庄 就是那种制正腔圆的那种四平八稳 它是经典的面向对象的一个语言 但是Python它更多的时候 是灵活 不均一格 好 那么我们接着来说一下 Python的这个哲学 Python的交互式的编译器 这个我们后面会使用到 它的这个交互式编译器里面 我们内嵌了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几句话 这个几句话 被Python的开发者称为 Python之禅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Python之禅 如果我们只是看字面的意思 它其实是告诉我们 如何写出好的代码 优雅的代码 以及写代码的一些准则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于 我们的这样一个编码规范 但是Python之禅的编码规范 并不是我们经常 看到的某些语言的 这样的一个具体的编程规范 它并不是说 我的这个注释 应该怎么注释 比较符合规范 以及我们的变量 与操作符之间 应该空几格比较规范 它并不是这样的一个具体的 规范的指引操作 它是从整体上面 或者是说 从一个更高的层次上面 告诉我们写代码的一些准则 Python之禅 这短短的几乎化里 是非常具有这样的一个 哲学意味的案 这个大家下去了之后 可以好好地去看一下 而且Python之禅里面 这样的一些哲学思想 如果我们把它放到 我们的生活里面 你会发现 其实它也是可以适用的 好 那么我从Python之禅里面 挑了其中的两句话 一起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 Simple is better than complex 翻译成中文是什么意思呢 简洁剩余复杂 好 这个简洁剩余复杂 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自己去体会一下 我们接着再看第二条 第二条比较长 因为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我们直接来看一下 中文这样的一个翻译 翻译成中文就是 做也许好过不做 但不讲思索的 就动手 还不容易不做 好 那么关于第二点 这个 我建议大家好好地去理解 和想一想 我们很多同学 在写代码的时候 从来是不想 直接上去就写 然后边写边改 这样做不是说不可以 但是我建议大家 最好 在写代码之前呢 做一项充分的一个思考 至少呢 你的这样的一个大致的思路 我不是让大家去画这个思维导图 但是呢 解决这个问题 它的一个大致的思路 是要在大家的脑海里面 要形成一个方案的 我们可能同学会觉得 去思考或者去想的话呢 是很浪费时间的一个事情 但是呢 这个呢 其实不软 也许简单的问题呢 你拿起来就去写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解决的很多问题呢 是比较复杂的 如果说是这个复杂 你一边写一边改的话呢 往往啊 解决这个问题的总时长呢 是要远远大于啊 你先想好了之后 再动手 这样的一个时长的 也就是说呢 你编码的成本更高一些 而你的效率呢 更低一些啊 所以说呢 建议大家啊 尽量的啊 锻炼这样的一个思维习惯 尽量的想一想 好 那么Python之禅呢 还有还有其他的锦组 我们就不再一一列出来了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就我举的这两条 大家觉得对自己在生活中呢 是不是也许会有一些启发呢 好 那么我们呢 接着往下看 那么下面一点啊 Python呢 我们刚刚说了 它呢 是比较容易学习的 但是我要强调啊 我们说它易于学习 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 Python有一个特点啊 是我的一个题 它确实是易于上手 但是呢 难于尽头 要完成一个功能呢 方法和方式呢 是有很多种 但是呢 如何呢 写出啊 性能最高 而用最简洁的 这样的一个代码 来完成一个功能呢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点啊 放在Python里呢 是尤其如此的 Python呢 可以让你啊 通过快速的学习 马上呢 就可以实现一些简单的功能 但是呢 如果呢 你想写出优质的代码 那么呢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啊 好 那么为什么说 易于上手 难于精通 这样的一个特点 我是比较喜欢的呢 这个呢 就像我们大家呢 去玩一个新的游戏一样 如果说这个游戏太难 那么大家呢 可能呢 就对这个游戏呢 没有什么太多的兴趣了 因为它 目光去了解这个游戏的机制啊 可能就要花很多时间 它非常容易 让人失去这个兴趣 但是呢 好的游戏呢 它都会让你啊 非常容易上手 但是呢 你玩了一段时间呢 之后呢 你会发现 我想有更高的追求的话呢 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啊 Python呢 同样是如此 好 那么啊 第三点 最后一点啊 这点呢 我觉得呢 是对于理解Python来说的话呢 非常重要啊 当然呢 这个特性呢 目前来说的话呢 我们还没有正式开始讲我们的课 所以说 大家呢 先了解一下啊 听得不明白呢 不要紧啊 后面我们会具体的介绍 这个特点是这样的啊 Python呢 它既有动态脚本的特性 又有面向对向的特性啊 非常有自己的特点 好 那么要解释这句话呢 我就打算啊 从这个原理上面给大家解释啊 因为这个原理上面涉及到的 这样的一个像编译啊 这样的一些东西呢 概念呢 比较多啊 我呢 只从我这样的一个编码的经验上面来看啊 首先呢 大家要知道啊 就是说呢 语言现在大致啊 认为两种类型 第一种呢 像典型的代表就是Java CShop 它们呢 首先呢 会有一个编译的过程 那么像这个Python呢 这样的一个动态脚本啊 它们呢 是动态解析的 那么我想说一下啊 这个呢 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呢 在我的这样的一个编码过程中呢 我会比较喜欢用动态的这样的一个语言来编写 因为呢 它们足够简单 不需要考虑变量的类型啊 等等 这样的一些问题 但是呢 我又同时呢 是希望啊 又需要这样的一个动态语言呢 具有面向对象的特性 但是呢 大多数的啊 这样的一个动态的语言呢 它们对于面向对象的支持呢 都不如Java和CShop 这么严谨和工整 但是呢 Python呢 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它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啊 它既有动态脚本的特性 又有面向对象的特性 如果有JavaScript这个语言的编写经验的同学呢 可能对这一点理解比较深刻 JavaScript写起来呢 是非常的简单的 但是呢 问题是当这个代码量足够大的时候 我们需要用面向对象来管理我们的代码的时候呢 JavaScript对面向对象的支持呢 又不是这么的好啊 当然呢 ES6出来之后呢 JavaScript的问题是有所改善的 但是呢 我要说的是啊 Python呢 它天生就是这样的一个幻型的语言啊 又有动态脚本的特性 又有面向对象的特性 那么各位同学 我们本节课的内容呢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课再见